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四天 下午1点从天山庙下山 经过口门子 沿着G335国道一吴方向 大约9公里就到达了明沙山景区的大门前 下车区换票 如果有旅游卡只需要刷身份证就可以 景区大门距离明沙山还有一段距离 一般买好票都可以开车继续前进 直接进行是吧 对 距离明沙山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小轻车场 这里地势高位置也不错 正好可以欣赏到明沙山的全貌 哈密明沙山是座很神奇的沙山 位于巴里昆和伊吴交界之处 横沃于东天山的南山与北山之间 四周是奶冷格尔草原 从远处看就好像是绿草地中的一座金山 从停车场到明沙山需要走很长一段木栈道 尽管如此 小朋友们在下车的一瞬间就都开启了自由自在还天洗地的模式 终于可以通通快快地玩沙子了 木栈道搭建在草原之上 小朋友们在木栈道上一路小跑 很快就跑到了沙山脚下玩起了沙子 木栈道上一路小时 沙古利都害你一位是长得人 波栅 小朋友们在里面 它横着在那上 不会睡会掉 速度快没事 这个万万位 就抓上了 快 林泹 野 我则在后面慢慢的溜达 一直观察着沙山 总感觉有点奇怪 四周都是绿草地 那这沙子是从哪来的呢 整座名沙山并不大 一眼即可望穿 据说这名沙山长约5公里 宽约35到115米 高约180米 呈东西走向的长条形 海拔大约在1930米到2163米之间 而且沙山南北两侧的草原上 还有塔水河和柳条河完颜流过 因此人们也管这叫水包山 刚才从停车场就能听见 沙漠越野车的轰鸣声 越野车在沙坡上快速的奔跑 就好像一个小甲壳虫匆匆而过 在没来哈密明沙山之前 感觉全国有好多明沙山 也并没有觉得这座明沙山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次亲眼看见才发现 哈密的明沙山真的很神奇 之前带小朋友们已经玩过了 宁夏中卫沙坡头和内蒙古 沃尔多斯想沙湾的两个明沙山 只有敦煌的还没有去 这座哈密的明沙山与之其名 并称为中国四大明沙山 不过哈密明沙山的名气似乎不够响亮 游客也不多 但经过一些人的比对 这哈密明沙山还算是全国四大明沙之冠呢 就因为这里的明沙声最为响亮 反正不管怎么描述 我至今也没有听到过各种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沙明声 慢慢溜达到沙山脚下 有几座小木房子 在这里可以租用滑沙板 买沙漠越野车车票 毕竟是沙山嘛 所有的沙漠游玩项目都有 外面可以玩射箭 远处绿草地中还有一个水上乐园 山脚下有个小木棚子供游客遮阴休息 旁边最高最陡的沙坡是专门划沙用的 不过小朋友们对这些似乎都不感兴趣 他们唯一喜欢的就是玩沙子 挖沙子和爬沙山 甚至在沙坡上打滚 反正是得整的一身都是沙子 而且沙子越多还越高兴 我可不掺和了 这又不是海边 身上沙子多了下水涮一下就行 一会儿还得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呢 我就在山脚下独自思考我的人生吧 看着游客们走上两百多级的登山木梯 关于这明沙山 有几个问题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阳光下如此一座草原金山 四下里也没有巨大的沙漠 这沙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而且还听说 白天游客们爬沙山留下的脚印 到了第二天竟会痕迹全无 被人们从山上带下来的沙子 还会自己爬回到山上去 刚才在天山庙 能够清楚地鸟看明沙山的全貌 当时也有这些疑问 现在真是想坐到沙山顶上 缓顾一下四周 看到不能找到答案 好吧就这么办了 我赶紧把小朋友们都叫过来 说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带着我的手机爬到山顶 帮我拍一下四周的风景全貌 尽量把能看到的都拍下来 上山的时候慢慢爬别着急 手机套上塑料袋 揣兜里揣好 千万别掉到沙子里 布置完任务 我独自沐浴在阳光下 等着小朋友们满载而归 此时的我根本没有在意 这并不毒辣的阳光 小朋友们爬到山顶 坐在上面不下来了 我怀疑 他们可能在听明沙的响声 据说 当你走进这座沙山时 似乎能听到 从山的内部发出的各种响声 有其山顶有风吹过时 明沙声如气如素 如霄如笛 七晚低回 据说敦煌明沙山的响声像敲锣 而哈密这明沙山发出的声音 更像是打鼓 真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出来呀 小朋友们下来后 说上面简直是太美了 不仅能看到冬天山的雪顶 私下里的绿色草原 还能看到草原中间的河流和池塘 看着小朋友们拍回来的视频 我继续思考我的问题 广袤湿润的草原中央 突兀地屹立着一座寸草不生的沙山 经历无数风雨 沙山既没有向四周扩散 也没有被绿色吞噬 看来这沙山真的是躺得很平 躺得很稳呢 后来查了查 关于哈密明沙山的行程 还真有很多说法 但几乎都是民间传说 不过正是因为其成因之谜 以及各种民间传说 才足以说明 哈密明沙山 别样的神奇呀 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 关于梵梨花的就有两个版本 民间相传 唐代女将梵梨花带兵西征 在翻越天山到达口门子后 跟突厥遭遇 在明沙山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英勇杀敌 中阴寡步敌众 所带女兵全部阵亡 随后救援部队赶来时 这些女兵的尸体早已被封杀埋了起来 于是乎至今明沙山上发出的隆隆声 就是这些士兵的英魂 从沙山底传出的厮杀呐喊之声 那关于梵梨花的另一个版本是 唐朝女将梵梨花带兵西征时 有一营女兵与敌人遭遇 战斗激烈 因众寡悬殊全部阵亡 梵梨花率实赶到大败敌兵 将女兵尸体全部葬在沙山之上 由于阴魂不屈 常常从沙山地传出厮杀呐喊之声 人们甚至根据这一传说 给这一景点取名为沙山藏蝇 这传说听起来感觉有点渗得慌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久远的传说 早在汉朝时期 一周司马毛凯曾在塔水河和柳条河之间 安阳扎寨 与匈奴展开对决 不想这草肥水美的三角洲地带 在夜里突然遭遇了一场沙尘暴 一夜之间48座连云帐被风沙埋没 只剩下五百壮士与匈奴展开了一场血战 但最终全军覆没 壮士们英魂不灭 适于再战 每天练兵不止 不有沙山经常会有响声 清代有诗写道 物理源门似有痕 相传八十四盈屯 可怜一夜风沙鳄 埋没英雄在覆盆 据说这首诗就是对这段故事的描述 而且在明沙山还曾发掘出古代兵器 盔甲残片等文物 似乎也印证了上述的传说 这类传说就好像跟立陶宛的那座十字架山一样 时不时地会奏响一手手往龙巨曲 号称中国最美的海鲜 哈密明沙山神奇般屹立在冬天山辽阔的草原之上 还别说这么小的一块地上 草原 高山 沙漠 湖泊 应有尽有 据说还是很多影视公司和婚纱 摄影机构的外景拍摄地 不知不觉都快下午四点了 不能再玩了 导航说从这儿到齐台还要好几个小时 叫上小朋友们赶紧走吧 回到车上给他们换鞋换裤子 这边沙子里水分多 裤子都湿透了 小朋友们感觉玩沙子的时间太短了 很不过瘾 我安慰他们说 在新疆接下来还会有好多次玩沙子玩水呢 上车出发 沿着G335国道转到巴厘坤方向 还能清晰地看到美丽的明沙山 这片东天山真的挺有意思 东边有白石头 西边有松树堂 南边有天山庙 北边则是奶冷格尔草原和明沙山 往西走就应该是巴厘坤草原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堂 为了赶时间 我们从松树堂转入G575国道 进而走上G7高速奔向旗台 玩了一天 小朋友们上车很快就睡着了 晚上到了旗台 那是又累又饿 不过在旗台 小朋友们吃了一餐 自我感觉最好的一顿饭 度过了一个在新疆最开心的夜晚 那旗台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呢 咱们下期积聚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又是门迪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说 我们下期待 大量 what's th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